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又和大家說說故事 本來是含著金鎖匙,現在是地底禮 今年才是19歲的Ivan,家境富裕,而且很有生意頭腦 兩年前曾經經營零售生意,高峰期曾經一度月入高達6位數字 但前年他在理工大學暴動現場被捕,之後畏罪潛逃到英國 抵達英國大概一年,到現在仍屈居在英國的難民宿舍 承受著抑鬱和精神分裂等疾病的折磨 無料期地等待英國批出所謂的政治庇護 以上是一名參與反修例暴亂青年的真實故事 是這名青年接受本港網媒訪問的自白 一場反修例暴亂,改變了多少人的人生呢? 近兩天剛好是所謂理大圍城的兩周年 有網媒就特別訪問了潛逃在外的黑暴手足 回顧兩年前的理大暴動,警方總共拘捕了超過1300人 當中有不少已經被起訴,甚至聚成入獄 失去自由,飽受牢獄之苦 即使有部分人像Ivan那樣,以為僥倖地潛逃海外 但是外國的庇護隨時落閘,一旦被拒絕申請 隨時要回香港接受法律制裁 即使獲准暫時居留,仍然是前路茫茫 連生活都成問題 不過近日收到消息,走了去英國的 還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義 他當日高調支持反修例示威 首先公開發聲明誣蔑警隊,蓄意槍傷市民 接著在醫護萬人集會中多次說,覺得自己做對了 其後又多次支持醫護罷工,抹黑政府抗疫工作 還有接受法輪功旗下媒體大紀元訪問時 好像代言人般呼籲大眾支持這個所謂抗共媒體 他也帶著協會和支聯會擺街站 更形容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恆 和在運族中的清傳 近日馬仲義宣布已經移民英國 將會在當地行醫,繼續會當專業人士 馬仲義和Ivan成為了強烈的對比 手足就輸到一敗徒地,負上尋重的代價 而這個被視為黑醫護之首,善暴推手之一的馬仲義 就絲毫未損,繼續在外國逍遙自在 不少年輕人當日受攬炒派政客煽動 加上鋪天蓋地的假新聞塗毒誤導 對政府和警方充滿仇恨 即使今日黑暴謊言已全被督爆 什麼爆眼淚,太子站警方打死人等等 連攬炒派陣營現在都不敢再看 但還有不少手足對政府的行義絲毫未減 正如如上述故事的主角Ivan 他在英國也不忘呼籲港人在自己崗位上付出 捉見他們中毒之心,仍活在自己的抗爭夢中 旁人可說是欲救無從 港區國安法公佈後,攬炒派已經樹倒湖酸散 但壓制假新聞散播的立法工作仍然是指紋樓梯響 還未見到確實的時間表 就以疫情為例,各種疫情陰謀論湧現 嚇到不少市民拒絕接種疫苗 近日城市大學發表跨地域的比較研究報告說 香港的疫苗陰謀論指數比起新加坡和日本等地為高 亦顯示港人對新冠疫苗抱有一定質疑 研究同時發現,如果受訪者透過傳統媒介接收疫情資訊 就沒有那麼容易相信疫苗陰謀論 但相反,經常從社交平台接收資訊的人 就較容易相信了 朋友說,網上的確充激了大量困惑人心、煽動仇恨 甚至引起恐慌的假新聞 但有些人是自己選擇去相信些什麼? 即使如此,我們又怎能放軟手腳? 如果如此,將會不斷複製出Ivan這類青年,後患無窮 如果電話不斷複製,您暫時不斷複製壽